自德州复工以来,便经常传出酒吧未遵守社交距离规范等命令 对此,德州政府已吊销12间酒吧的执照,请看详细报道 德州酒精饮品局TABC在最近一次的变异调查中 发现12间酒吧防疫措施都不合格 因此已经吊销这些酒吧的执照高达30天 TABC也表示这些被勒令情业的酒吧横跨休士顿 奥斯汀、达拉斯等地 目前的规定是酒吧只能开放50%的客容量 并且每组顾客间要保持6尺的社交距离 如果再次被抓到违规 第二次将会吊销执照长达60天 除此之外,接下来政府也会将目标放到餐馆上